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13日星期二 逢星期二、五或者更多时间 都会在这里跟大家讲讲比特币或者加密货币 如果还没subscribe的你 麻烦你帮手按一按右下角键subscribe 这个频道有一个目标是在9月之前 达到1万个subscribers 近来上升的数量或者速度减慢了很多 首先讲讲今天会讲些什么 今天就想跟大家继续跟进回比特币的币价 话说自从5月19日跌下来之后 我们现在的波幅不停收窄 我自己之前都提到 相信去到7月18、19日 这些位置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幅 即是说是向上或者向下的波幅 今天会详细看多一点点 关于这个变化或者月中的变动 有朋友就问了一些问题 就关于我之前提到的 在TG Group也好 在Patreon也好 或者在Lililio.com也好 都跟大家提到 大家可以用合约做一个对冲 其实有方法不算是太复杂的 但是都知道有新手的朋友不是很熟 所以今天希望藉着这条片 跟大家讲讲如何简单地融合约做一个对冲 OK? 开始关闭架之前 先讲讲其他东西 话说昨晚我看到一条YouTube片 就是一个香港都算是比较出名的网台 他们的主理人就说到 未来的三个月如果不足够的款项 就要在10月的时候收档 看完这条片之后 我都不自觉计算数 因为长久以来 我由去年1月开始 搞这个频道以来 我都没有真正认真地计算收入或者支出 我只知道由去年10月开始 由这个频道可以卖广告开始 到现在为止 YouTube给了12000元 差不多一年12000元 即每个月1000元都不够的一个收入 真是多谢 那我就想想 当然我有其他的收入 我不是一个很大的网台 不是做很多节目 有其他的收入 可能找我拍片 或者Patreon 或者其他收入 但是每个月我都没有很仔细 其实每个月我都在用自己的钱 交租 买器材 做很多不同的东西 每个月都是这样的 其实那个数 究竟我现在赚钱 还是产钱 我也不太知道 我想我都要像这样 计算一下 究竟现在自己 是没有起码赚回一个吃饭的人工 要计算这条数才知道 究竟之后是怎样做下去 我之前也提到 9月的时候我希望有一个小小的休息 如果订阅人数不是很理想 或者是很理想 都有一个小小的休息 希望计划一下 做了youtube大概20个月之后 那条路是怎样走的 如果有什么更新 再更新大家 近来这个社会这么低气压 有时候我自己的心情都十分之低气压 都是那句 我觉得真的 不是说要做些什么 但是我想大家再次想一想 在这个社会里面 如果还有一些人 愿意出来为大家去做一些事 记录一些事 甚至只是为自己的理想去努力 这些人我觉得也要尊敬或者支持 不说太多了 说了太多就沉了 马上看看币价先 又来到trading view 到这里 现在我们看到比特币的币价是 33,187 这里你看到三角形越来越小 为什么我们说月中的时候 会有一个向上或者向下的大的突破呢 就是因为很多不同的原因 在200EMA那里下来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第二就是刚才说的一个GBTC的解锁 还有很多很多的因素都看到 去到月中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个大的改变 其实图都差不多了 图都是说要上200EMA 希望快点脱离了这条白色的下降轨 都没有太多东西好说的 你看到其实真的真的 你看到这条白线 我在大概十日之前已经画了出来 不停沿着这个三角形一直小小小小的去 那今天讲图不说太多了 反而想和大家看看两个新闻 这里就是说7月18日的时候 GBTC 解锁 试数货比特币的机会 我看这一段 市场接下来关注将是7月18号 应该是亚洲时间7月18号 灰度信托高达16000多枚比特币解锁 留意 这个真的经常有误度 解锁的我说了很多次 解锁的不是BTC 解锁的是GBTC 是很不同的东西 GBTC仍有折价大约12%左右 即是说 如果你现在去买GBTC的话 理论上比市场上的BTC 是便宜了12% 投资人持有6个月之后 能否抑压抛售变现的冲动 将会是市场的关注焦点 这批解锁恐怕也是 驱动比较波动大放的起爆点 不过对于试试投资人来说 又可能是一个数货的大好机会 之前都有详细讲到 究竟这个GBTC解锁的影响 是否真的这么大呢 今天就不再次重复了 但是我想和大家看看 Sam 的看法 即是FTX 的始创人 Sam 的看法 这里就提到 他就说 GBTC解锁对比特币影响不大 多数持有者只事在套利 我们看看这里 他就说 大多数灰道的比特币送托的持有者 只是在套利 而做多BTC的人通常都在市场上买入 所以接下来GBTC的解锁对BTC并不重要 那些持有者出售GBTC的同时 很可能同步买回BTC 不过由于GBTC处于负日价 不排除有人买GBTC 之后买回等量的 做空等量的BTC进行套利 相信很多人看完或听完之后 都不会明白整个逻辑 我们要知道的是 未来的18号、19号或17号 这一段时间或这个星期里面 比特币的币价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幅 那我们怎样处理呢 之前我也是在Patreon出了文 跟大家说到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处理方法 大家的心态 大家的持仓 大家要想定到时候的做法 升的时候要怎么做 跌的时候要怎么做 其中一个做法 就是由现在开始 已经是做一个对冲 今天想跟大家讲讲这个对冲 究竟实际上是怎样做的 今天想用一个Binance的币价 跟大家去做一个示范 因为Binance应该是最多人做的 来到这里也讲一讲 FTX那方面 因为之前有了一个叫做资产审查 不知多少 大概一个月之前 大家要通过他的KYC 有两个方法 一是持有100万港元的虚拟 在他们的币价 第二就是有800万的资产证明 但其实应该都会有第三个方法 就是如果大家熟悉这个VPN的话 大家其实可以尝试去用一个 我不是建议大家这样做 但其中一个做法 就是说如果你在外国有一个币价 的话你也可以通过这个KYC 而不用做一个这样的叫做资产声明 大概是怎样做的 大家自己想想 如果你在外国是有一个电脑 而且有一个身份 一个地址 一个住址 你真的住在那里的话 我不知怎样说 大家自己明白 对不对 总之你又用到外国的地址 一个外国的身份 你就会开到一个币价去用 好了 那说回币安这里先 今天我会用币安做一个示范的 不会讲得太深入的 因为合约其实都挺复杂的 我自己觉得 如果一些新手来说 只要知道基本的就好了 首先我们看看它的市场 按进去这个Futures 你会见到 好像跟现货一模一样 大家如果之前有听过的 都知道了 有一个资金费率的东西 Binance来说 就是每8个小时一次 如果是FTX的话 就是每个小时一次 有什么用的呢 如果这个数字是正的时候 如果你是做空的话 每8个小时 你就会收到0.01%的资金费率 相反如果这个资金费率是负的时候 而你又是做空看跌的话 那你每8个小时 你就要付出这个当是负0.01% 每8个小时 你就要付0.01% 你当是手续费 一些是看好的人 可能都是复杂的 不过都不用太理 这个数字也算是小钱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背后的原理的话 你可以按一下这里 按一下这里 你就会见到 就会了解更多这里 就会带来这里 然后你就会见到 很多很多不同的算式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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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这个资金费率 是怎么样计算出来的 但是我自己就不会花太多时间去看了 因为那个数目 除非你买很多很多 如果不是 那个数目应该做空的话 很多时候大部分时间 都是做收钱的多的 付钱的通常都是 long 的人多的 因为市场上多数的时候都是Long的人会比较多 如果你想知道少少关于合约的资讯的话 可以看这里 这里我发觉有很多很多不同合约的资讯 有这个实时的资金费率 这个历史 风险保证基金 指数和大数据 想和大家看大数据这个 大数据你会见到在币安上面 持仓量是多少 究竟这个有很多人喜欢看 很多人喜欢看 究竟有多少人在做空间 还有有多少人在做空间 但今天也不和大家详细看 和大家详细看会花很多很多时间 今天只想和大家做一件事 就是示范如何用合约做一个对冲 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对冲呢 通常都是因为这样的 我们手上有一些现货 我们又不想买 因为觉得随时都会升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有一个下跌的机会 所以我们想做一些东西去对冲风险 买现货我们当然是提升 所以要对冲风险的话 要买一些看跌的东西去对冲风险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就是买一个合约 合约就要留意几点 这里有一个组仓全仓 我建议大家都是用组仓的 组仓来说 即是说你输的话最多都是输回你的仓里面的东西 但全仓的话就会输到你其他东西 详细就不说了 总之用组仓会比较好 还有在合约来说 其实在不同的交易 他们的做法都有很多不同的 这个就要大家留意了 另外这个就是那个倍数 究竟那个杠杠的倍数是多少 越大的杠杠倍数 那个的风险就会越大了 我们只是做对冲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都是用1X就可以了 1X来说 基本上就是说 跟你买现货是一样的 即是说一粒BTC 真的用一粒BTC去买 如果你成大了的话 你的成本就会低了 譬如3X的话 你只需要用三分一的成本 就可以对冲你现有的现货的价值了 譬如我有一粒BTC的话 如果你用3X的话 即是说三倍的杠杠的话 你只需要三分一的成本 就可以做到一个对冲 但是留意一下 对冲这个都有风险 对冲的风险是什么呢 因为你一方面拿着现货 一方面就拿着这个对冲的合约 如果升的话 现货就会赚钱 但是合约就会蚀钱 即是说就算升多少 只要你继续拿着合约的话 你都是没有赚没有蚀的 如果1X这个情况的话 如果下跌的话 这个合约会赚钱 这个现货账面上会蚀钱 即是说这个合约赚钱的钱 就会对冲了你这边的Loss 希望大家听得明白 真正的买下去了 你看到这个数量 我现在的币户里面大概有700多元 755元的USDT 那譬如如果我币户里面有0.22 BTC 我现在只需要做空差不多的分量 0.22 BTC 就可以做到的了 那我尝试吧 这些就不用理他了 上面最简单就是用市价 用100% 留意数量 这里是0.022 BTC 那我们就做空了 见到立即就成交了 这里的合约就是一个永续合约 另外也会用一个永续合约 你就会输掉你币户里面的钱了 见到现在就是66,124 这个是要留意的 那重复回 其实那个动作是很容易的 但是我们做的时候 要留意几点 刚才说的资金费率 究竟现货是持有多少现货 究竟你想对冲多少 因为其实如果你觉得它不是会好跌的话 你的对冲可能是你持有1个BTC的话 你对冲0.5个已经足够了 这些东西都是要考虑的 再说一次 这个对冲是适合什么人呢 如果你持有一些现货 而又不想卖 但是同时间 你又觉得在月中的时候会跌 你想减低你的风险的话 你就可以做一个对冲了 而且那个1X 就是那个杠杆的比率做多少 最多可以做多少呢 我自己认为最多最多最多 都是做三倍好 但是最后最后提大家一次 如果比特币是升的话 你将合约是会输钱的 OK 好了 今天说到这里 有点复杂头云 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share like comment 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